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小龙在剧中饰演霍元甲的徒弟陈真 次年梁小龙陈真中再饰演陈真 二日度饰演陈真 梁小龙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出 香港最富盛名的武打明星之一 其实梁小龙之所以在剧中有出色的表现 还与自己成长经历有关 据了解梁小龙15岁便正式地学习武功 除了中国功夫之外还学习过日本空手道 曾参加过搏击比赛二度获得冠军 据悉梁小龙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任老婆是歌星李爱莲 两人结婚后约有一女 但是最终以离婚收场 第二任老婆叫宋香 梁小龙整整20岁 宋香为梁小龙生了一儿一女 只不过虽然有娇气在侧 但梁小龙却依旧绯闻传身 2018年12月 梁小龙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放了一条动态 对小自己30岁的女子疯狂示爱 称自己在某地拍戏期间了 24小时都跟该女子在一起 为了他连老婆宋香和子女都可以不要 此外他还放了一张 自己和该女子视频聊天的截图 该动态发出后不久就被删除了 此番自爆出轨的操作 引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 有网友感到震惊 指责梁小龙 但后来梁小龙的徒弟出面澄清 说梁小龙早已经被盗号了 由于梁小龙方呢 未发表任何的声明 所以此事是真是假 众人也是不得而知 抛开私生活不谈 如今年过七时的梁小龙 在沉寂多年后 重新回归镜头前参演电影 许多网友的反应都颇为惊喜 想必也是十分想念他 梁小龙1948年4月28号出生于广东中山 可以说80年代初是梁小龙的巅峰时期 那时候的成真形像是家喻户晓 而大侠护原甲 陈真的热播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万人空巷 在许多都70年代乃至80年代人们的心中 在黑白电视机的时代 电视并不普及 邻里之间跑到了一起去某一家看陈真 成了那个时代特殊时期的回忆 梁小龙长相其貌不扬 却有着不错的功夫底子 梁小龙出演陈真开始走红 1981年梁小龙在霍原甲中塑造了经典的陈真形象 所以历经多年人深入人心 当年他和成龙 李小龙 狄龙这几位硬汉并称为四小龙 在荧幕上为香港电影打出了一片天地 梁小龙饰演的陈真这一角色 这个角色是他早年拍摄的角色 那时的梁小龙长相帅气 受到了很多粉丝的拥护 最值得称赞的是无论是在功夫中还是在其他电影当中 梁小龙都是以自己的真功夫在电影呈现的 从来都没有找过替身 自己进行武打动作 这也是很多演论值得学习的一点 梁小龙版的陈真 铁血 果敢 武艺高强 心怀国家民族 他是对着敌人的枪口战立不倒的金武英雄 他是峡谷柔长的血性汉子 还用生命摘掉了东亚病夫的牌匾 还用鲜血去浇灌爱国思想之荒原 还是不屈的信念 他也是不倒的封碑 当时可以说是达到了万人空向的情景 尤其室内守万里长城永不倒 高善而心潮澎败 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是一风风顺的 在这个梁小龙身上的最合适不过了 他在两部剧之后 大红大紫已经达到了影视的巅峰期 八十年代的时候 梁小龙第一次回到了大陆的怀抱 在大陆他度过了短暂又开心的时光 但回香港以后呢 对媒体说 活了这么多年 他还是第一次回到祖国 大陆的朋友对他热情友好 作为中国的一份子 他还是期待着祖国腾飞发展 是啊 大陆当年呢 还是贫穷落后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其他的香港明星都不会讲的这段话 唯有梁小龙不嫌家贫 讲出爱国报国的热续话语 反映的是梁小龙的争争铁骨 因为当年那样说呢 是心怀赤子之心 而现在那样说啊 也许梁小龙会把他当作是谄媚之言 现在的梁小龙定居在了中国 也完成了自己身在大陆的心愿 而且现在呢 投身在了自己喜欢的电影行业中 生活也是过得非常美满和幸福 像梁小龙这样充满着正能量 而且一心回国的电影明星并不多 而他也成为了很多 供奉影星的好榜样 梁小龙版的纯真 显示性格刚毅勇猛 甚至呢有时候有些冲动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爱恨更加分明 有棱有角 富有穿透力和冲击力 梁小龙将陈真对民族英雄形象 有血有肉的演绎到了观众的心里 刻入到观众的记忆中 他和左童同归于近时说道 面对金武拍匾 和我师父的灵位我是不能输的 那时看到了陈真为国尊躯时 真感觉山河失色 大地悲歌呀 梁小龙的陈真呢 也不单单是一个影视角色 他化身为一种爱国思想 一种金武精神 屹立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 梁小龙始终在媒体面前默默无闻 只有那个日渐模糊的陈真 还活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 如今的梁小龙 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 在摄影机镜头前 他的拳脚依旧干净利润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他的武功和他的为人一样的诚实可靠 但已经满脸的岁月沧桑 李小龙已经是活在了传说当中 而李小龙的传奇呢 却在现实当中 李小龙饰演的人物呢 是有家国情仇 是有一腔爱国肉血 是有蒸蒸铁骨的中华好男儿 也是中华复兴大的铁血饰言 因为十号功夫明星李小龙 参演的电影《战主小偷》即将上映 其中墨镜装扮的梁小龙破为吸睛 很难想到精神力硕的他呢 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了 从近照来看 梁小龙的状态依旧非常好 看来习武果然是有延年 艺术之功效 而对于梁小龙的影迷而言 最期望的自然是梁老师 可以在片中再次的大展手脚 重现当年之风采 提及梁小龙 很多观众对此颇为熟悉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娱乐界 最为武打明星的梁小龙 曾与李小龙和成龙齐名于世 还塑造的陈真一角 被不少观众成为 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形象 帅气利落的动作伸手 声名大义的人说形象 让梁小龙一度的成为 民族英雄的代言人 然而在事业的上升期 梁小龙曾经因为自己的一番爱国言论 而遭到了台湾娱乐圈的封杀 直到2003年 梁小龙在周星驰的立作武功中 惊喜亮相 塑造的火云鞋审一角 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虽是投后反派 梁小龙却把角色扣他的细腻入微 和之前塑造的角色可谓是反差极大 其中他和周星驰的精彩决斗场面 可谓是片中的神来之笔 一部功夫也算让沉寂已久的梁小龙迅速翻红 说起来梁小龙和周星驰也是颇有渊源 而早在拍摄功夫之际 周星驰很早地就敲定了梁小龙的角色 为了请梁师傅出山 周星驰甚至三顾忙碌 也是充分说明了 新爷对梁小龙的利谱和赏识 此次合作后 梁小龙曾经还和新爷的公司签约 只不过最后 两个人因为某些原因不患而在 当时还闹得沸沸扬扬 据说可能是因为新爷 极度的严苛的态度和标准 让梁小龙叫苦不跌 还曾痛骂周星驰做人虚伪 说起梁小龙的感情经历 一直也是被外界所热议 梁小龙先后经历过两段婚姻 前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歌星陈爱莲 两个人因为合作作品《猛虎下山》而结缘 1974年步入了婚姻殿堂 婚后育有一个女儿 颇为戏句话的是 陈爱莲后来遇到了事故 惨遭凶手泼硫酸 致使亲力冒美的她 严重回容 值得欣慰的是 事后梁小龙一度对前妻不离不弃 全心全力的帮助她恢复治疗 只不过最后却因为某些原因 两个人最后还是选择了分道扬镳 如今梁小龙再次出山 也是让不少影迷期待不已 相信梁师傅依旧是宝刀未老 在此希望这部赞助小偷 能够票房大卖 也希望未来能够在荧幕上 多多的见到梁师傅的身影了 这部赞助小龙再次出山了 这部赞助小龙再次出山了